中国人要这面子很有意思 比如我们过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消费官 叫穷家富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家里节省着出门 多花点就多花点了 所以出门的时候都显得非常大方 那么穷家富禄 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多远 这是最早的在清代有本书 叫三峡五义 那书里提出来的叫穷家富禄 但这概念是总结出来的 所以中国人觉得这说的太对了 简明额要四个字穷家富禄 就出门就不怕花钱 所以这个概念 让中国人出门的时候显得特别大方 中国人的消费官是由来已久的 首先是贪便宜 所以商家就有一套理论 商家这理论你要听明白了 仔细听 他说不能让你感觉便宜 一定要让你感觉粘了便宜 明白了吧 这东西多便宜是便宜 对于买家来说 多便宜都不嫌便宜 但关键是怎么能让你粘便宜 所以中国人就特别爱贪便宜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在国内带着儿子去买鞋 到那商场里一看 新款呢 这个体育鞋 不说品牌 一看 多少钱呢 1200多 想了想 有点贵 说过两天咱就上日本了 咱上日本看看日本啥钱呢 所以就先没买 到了日本呢 一看 同样牌子 同样型号 一模一样的 和人民币 400多 你说这是一个好事吧 你看便宜啊 北京卖1000多 这到这才400多 买一双 买一双不行 为什么呢 这便宜没粘着 对吧 说再买一双 买两双呢 800多 说这便宜没粘足 索性买三双 一模一样的 北京买花1200 买一双 我在这儿花1200 买三双 觉得粘了大便宜 粘了两双鞋的便宜 但他没想 这钱还花出去了呢 你穿得了三双 一模一样的鞋吗 那孩子脚还涨 过两天那双鞋 就当纪念品了 所以真正粘便宜的思想 是应该 国内买1200 到日本400 就买一个 粘800块钱的这便宜 而不是粘两双鞋的便宜 但他有一计算方法 他还给你掰扯 说你算啊 1200 你买一四百 粘了800块钱便宜 什么意思呢 你省了800块吧 但我把三双鞋都买回来 我一双鞋省800块 我三双鞋挣了2400 你听他这是道理 不是道理 这听着也是一歪理 大部分人 就掉到这坑里去了 你比如 你还有一同事呢 这两天天冷吧 买一羽绒服 买完了以后呢 没事到网上瞎溜达 这一溜达 看网上有一模一样 哪哪哪都一样 卖多少钱呢 卖400 卖400呢 就来气了 你想想我这商店里买的 800网上400 一半的钱 那怎么办呢 要补这亏空 那我就再买一件 买一件不能买一模一样的呢 只能换个色 再买一件 其实你说你穿得了两件吗 穿不了两件 过两年就过时了 但是呢 他有一算账方法 他叫把亏损降下来 800块钱 400块钱 中间差400 我400块钱买一个呢 400加800 1200 折中 600块钱 说我把那800块钱的那件 商店里买那件 拉下200块钱 他这么算账 沾了这200块钱便宜 但他没想 你往上买这400块钱 往上还走了200块钱呢 你还亏了200呢 实际上你这亏损拉不下来 你不买是止损的最好的方式 所以中国人就特别喜欢打折 一听打折 过去那商家就是打折 抵着打 你打折 我降价 你降价 我吐血 你吐血 我跳楼 你跳楼 我跳水 反正我死给你看 反正一定是这个 就给你拼 所以中国人只习惯于价格的竞争 到了这个 那叫什么节日 就是1111 购物节 东西都必须打折 那打折 有的商家打不了啊 就是只好把价钱提上去 再给你打折 要不然就是呢 给你单做一批 质量不行 要不然他不能舍到肉里去啊 商家一定要赚钱 不赚钱 那肯定不干 就是人过去说 从南京到北京 买的不如卖的京 他买的不赚钱 谁卖你啊 你甭听他跟你说 亲我这都赔钱卖给你 没那事 他疯了 他一定赚你钱 只是你不知道他从哪赚你钱 那么中国人啊 今天啊 购物啊 有个习惯 都叫购物节啊 就是买东西跟购节似的 过去哪有这个事 就你用多少买多少 不用就不买 那么我们购物两大路数啊 第一个路数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种路数叫淘宝 淘宝这词写的好啊 这名字啊 淘宝 我们说的这淘宝 不是阿里巴巴的那个淘宝 而是指中国人这种淘宝思想 到处去找 找着这东西就是宝贝嘛 所以叫淘宝 淘去 第二呢 叫狂澜 狂澜啊 就是拼了命的买 没有理智 所以 这个淘宝网上就有啊 双十一啊 购物节 现在又玩一双十二 我就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来双十三 以后 以后 只要是叠加的日子 都可以买东西 比如1月1号 2月2号 3月3号 4月4号 5月5号 你就天天买 头两年啊 刚开始有这个淘宝事 有购物节的时候 我儿子说牙膏便宜 买一大堆牙膏 我说你买那么多牙膏干嘛 我说你牙膏都快放成牙粉了 这辈子牙膏 这个牙膏都买齐了 就是一激动就会买一堆 你听着便宜 一点都不便宜 我们实际上啊 对于购物这个环境来说 大部分人喜欢 过去是喜欢逛街的 逛街有个什么好处呢 叫随机消费 随机消费呢 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种人文景观 我们过去去逛街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 未必是冲着东西去的 是看看街上的气氛呢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觉得去一趟王府井 去一趟西单商场 都已经很美的一件事 到处去看 也许看到什么东西就喜欢了 那自打这个网络购物起来以后 天天都是快递敲你们家门 我看我们家那门天天被敲 送什么都有 其实人从购物的角度上讲 人是喜欢逛小店的 你比如小商品市场 北京过去最有名的叫洞批 什么叫洞批 就是动物园的批发市场 那批发市场最后就演化成零售市场 过去批发是你买 至少买个十件八件是吧 几十件起批 一件叫什么批 但是很多明星 大明星 一线大明星 带一大口罩就去了 跟人砍价 完了还炫耀 平时挣那么多钱 给人家商家一分钱都不多给 他有这砍价的乐趣 北京还有什么天异小商品市场 打鸿门 好多地方 因为他的商品非常丰富 人在购物当中 当然网上也能砍价 这种砍价是一种冰冷的 没有人和人之间那种 那种智力上的较量 比如还做事 说你不卖我走了 怎么着怎么着 非得走到门口 一脚在外 一脚在内 商家说回来吧 卖给你了 要不然就是你呢 其实大家都在博弈心理的 那个承受力 对不对 那么这种小店 贪 就是贪味文化呢 实际上对中国人吸引很大 你比如中国的这个城市里 大城市 我记得像广州啊 厦门啊 上海啊 我当年都逛过 我记得早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跑到那个石狮去啊 到处都是卖衣服的 那时候中国人的衣服单调啊 他都从海外弄来的 好多都是旧衣服啊 那看着还新鲜的 还买呢 对吧 你现在谁去买旧衣服啊 没人买 那么另一种文化呢 叫地摊文化 地摊文化很有意思啊 北京最有名的就是 潘家园 潘家园也是九死一生 这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在开放一开始 就各种地摊就出现了 地摊特别难管理啊 这人来了就卖卖完 转身就走 卫生都另说 就是商品不得保证 你也找不着人 所以对地摊的文化就屡次治理啊 把这个北京的这个地摊轰的 在哪都不能生存超过一年 最多啊 最多半年就被轰走了 潘家园这个地方过去是一个 谁都不管的地方 所以慢慢形成了一个局面 最后国家给招安了 收编了 所以一到周末的时候 潘家园市场人山人海 他干嘛去了呢 买的人都觉得自个儿聪明 我见过多少人去了 从潘家园回来说 我买一国宝 所有人还在那说 真的呀 怎么回事啊 这东西值多少钱 说买的便宜 没花多少钱 这可值了大钱了 但是你知道谁值的不是国宝呢 那卖家准值的 那卖家哪来的 他清楚之极 早年还真有这事 为什么呢 没人懂啊 早年我去逛摊 买的人根本不让的 不值哪啊 不值这什么东西 但它有一原则 这原则叫什么呢 叫江本求利 就我有本啊 卖东西的时候 我有本管着 我这东西三块钱进的 我五块钱卖 我就赚了你60% 赚两块钱 对不对 你给我两块钱 打死我也不能卖 那舌头肉里去了 就不给你买 就不卖 对吧 那么你逛地摊啊 过去的这些地摊 是经常卖旧货的 旧货里它有各种玄机 因为很多东西你不懂 比如我们说的 古董是一类 还有一类呢 是生活的用品 比如照相机 过去地摊经常看 各种相机 相机收藏的人 肯定知道 哪个相机 是有价值的 在收藏领域里 有的是一般价值 有的是有特殊价值的 那卖的人不知道 就觉得都是一型号 差不多就得了 就卖钱 有本管着 过去有人走街 穿相 收了的东西 到地摊一卖 江本求利 赚了钱就很高兴 那么这些年呢 由于地摊的被管得非常严 现在地摊文化基本上没有了 倒是美国有 我去美国逛过 包括去英国也有 英国那条什么街位 记不住名 摆摊的人特多 东西都奇奇怪怪的 所以非常的吸引你 你也会在那学到很多知识 可是这些年呢 由于国内老是管这个市场呢 市场的这种地摊文化呢 就消亡了 现在你看看 就包括潘家园 都是变成店了 店家呢 又开始装修了 这一装修 让我觉得这种 这种最 最朴实的商业文化 就丢失了 那中国人呢 一方面挨逛这个地摊 另一方面呢 挨面子 只要一出国 这个词就不叫淘宝了 就叫狂懒 买奢侈品 多贵都不嫌贵 世界顶级奢侈品 在中国人面前 什么都不是 你只要今天 在世界各地 卖奢侈品店的 你一进去 你就问 有人懂中文吗 保证有人上来 就跟你说中文 你想买什么 你打哪来啊 回哪去啊 你说打中国来 回中国去啊 就是来专门买东西的 我当年都见过 最夸张的是 在那个法国 那个老佛爷 那个百货商店里 那人进去 就是一摞一摞的 拿东西买 也不是都回去给谁 官复包 揭秘官复秀 今儿让你看看 什么叫奢侈品 中国人牛啊 今天出国买奢侈品 其实我们四百年前 就有自己 非常精彩的奢侈品 让你们看一看 好久没摸了 黄花梨的 看这面有多漂亮吗 百宝芡 用最名贵的东西 芡在上面 折枝花卉 中间还有文字 看到没有 文字 一会儿给你念念 这一层 这一小托盘 也叫梯 有时候人家问 抽梯的梯 有人就问 里头带梯吗 就是带不带这东西 两层结合 黄花梨 木质优美 你们看一看 这是架子 上面的铜事件 是为了加固的 从来没有动过 是这种厚铜的 你们注意看 凡是厚铜的 价值远远高于 薄铜的 这是底层的这个T 也是盒 你看 它这个 碑庙 底下 齐平 45度斜角 嵌在里头 做工非常精良 你在任何地方 看不到边缘 它既不是这块板 盖这块板 也不是底杆 盖这块板 也不是插进去 它是45度衔接 你看它底下衔接的 盐丝合缝 但它在边上 用明损 木器 凡是明损 比暗损 高一等 跟衣服一样 你们注意看 很多西服 有明线的 明线的西服 都比较贵 第二层T 看到没有 这有一个槽 刚才那个是齐平的 这个握紧的一块 是为了卡在 这个舌头上 这一槽 颜色合缝 这是T 过去这是 给人家送饭的一饭盒 都奢侈成这样 底下是饭 上面是菜 再上面是咸菜 关键是上面 平面 拜抱歉 明朝末年非常流行 这件东西就是那时候的 字的风格 转字的风格 是明朝末年的转字风格 折之花卉 是崇祯时期 最为流行的表达方式 我们可以从 那个时期的 秦华词上可以看到 就是花这种 各种折织花 你看这有 梅花 有菊花 有这是牡丹 水仙 芙荣 什么都有 这上面有字 这字啊 我买的时候 人还将了我一军 他自个儿看不出来 是什么字 他跟我说 我们俩价格谈不拢啊 他说你要能把这字认得 我就便宜你 我一看 这事对我没那么难 为什么呢 简单 有的字呢 你不必都认 你认得前后左右 你知道这句话就行了 左边啊 这二七一十四个字 你先啊 我教你们以后 不认识的字 怎么能考认 首先你要数他的字 是多少个 你看这一数 十四个字 你看四个四个四个 三四一十二 加俩字 十四个字 理论上就是七句 二七十四嘛 对吧 如果二十个字 那肯定是四句 四五二十 白日一山晋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米木 更上一层楼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肯定是两句 两句呢 看你能认识多少个字 这种转字啊 转字 这个从秦小转开始呢 那时候的字 相对来说 秦的李斯写的小转都好认 难认的 倒是宋代人和明代人写的那转字 它不规范 这上面呢 你想想啊 你如果认识了 全俩字 基本上就蒙出来 第一个字叫明花 第一个词 明花 第二呢 叫国色 你看 你如果对诗歌有所了解 你就知道 明花 国色 两相欢 长使君王 代孝刊 这个看字 在这念刊 比如给大家讲个真事啊 前些年呢 去这个瑞士 瑞士呢 整巧碰见一个富豪团 是一个省的富豪团 咱也别说人家省 说了不后的 去了14个人 坐一面包车 然后他们听说我去了呢 就说来聊聊天 就把我给忽悦到车上去了 车上以后呢 他们那天专门要去买表 买表呢 他一想 这都是富翁 有钱啊 买表 所以呢 就专门找了专业的人上去 给他们上这课 就一路上课 在这车上跟他们说啊 说这车呢 最最好的牌子 一线呢 叫百达菲利 叫江石丹顿啊 说了好多名字 那边都听得很认真 不平平点头 一会儿到了人家店里 一进门啊 那第一个人 那哥们上去就说 来七块劳力士啊 就是还得买这劳力士 为什么 我告诉你很简单 我小时候 知道最贵的手表 就叫劳力士 经典的 豪行的 多少钱呢 我记得很清楚 七百多块钱 欧米嘎卖五百多块钱 当时中国的上海牌手表 是中国国产最贵的表 卖一百二十块钱 你要买紫金山的 就是那个南京出的那手表 三十二块钱 你想想呢 人就挣几十块钱 买七百多块钱的手表 谁买得起啊 所以就去看 我实际上还有这么贵的表 劳力士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啊 就觉得什么表 也没有劳力士 所以那哥们一进去 买七块 给那个陪同 让他买表 给人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那人气得鼻子都快歪了 他刚才听了半天 人给他洗脑 说僵尸单顿 百达非力 说了半天 他怎么一进门 还要买这个劳力士呢 他不是买给自个儿看的 他是买给别人看的 您那僵尸单顿 百达非力 别人看不懂 劳力士一看 名表 还得买那个金的 金捞 俗话叫金捞 那么 这些年你注意看 西方的奢侈品品牌 开始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些 就是他们不屑的事 什么意思呢 就把那个标志做的特大 比如LV 做的特巨大 那包上就一个的个的LV 还有一些 我都不知道那什么牌子 把那标识都做得巨大 外国人最怕的就是这事 所有买奢侈品的 都不希望这个品牌啊 让你看见 比如有些品牌 仅在这个兜里头哪 留有一个很小的标志 外面是看不见的 不像中国人喜欢的那种样子 都是把这个标识都彰显给别人 都在外面露出来 尤其包低了都录的那全是标志 那么我去瑞士的时候呢 有人说啊 说这个 说你们看这奢侈品品牌 只要你知道的这牌子 在瑞士都算不出什么奢侈品 那叫大众奢侈品 说真牛的人呢 人没人买这个 人都买那个煤牌子的奢侈品 我就好奇啊 我说这东西 就是煤牌子啥样呢 他说那有一座大一的 特有名 什么都不干 200年来就干一事做大一 说那大一可贵啊 你说贵 我呢 还就没这个 没好意思问 这贵有多贵啊 没好意思啊 人家说您这北京来的啊 说这个 别老那么小家子气 咱就不问了 说那你就带我去 咱做一大一行不行啊 说行 带你去 就去了 一去啊 告诉你那大一 那一大一店 没多大一小门俩 特小 我去说还没人 他不开门 他那个橱窗里 什么都没有 就一电视 小电视 这电视是什么呢 是西藏的牦牛 在这个大雪天 挂着这个西北方啊 下着大雪 那牦牛身上啊 那飘着的那个绒 牦牛的牛绒 不是羊绒飘着 然后呢 没有什么其他的宣传 就是一个大雪天 那牦牛在那个寒风里 他可能是说 他们那里的那绒 都是那牦牛身上 掉下来的那绒 中心人 主人来了 把门开开了 把我给迎进去了 中间还带着翻译 说了半天 说那个 说想做个大一 然后呢 他说好啊 就从这上去 有个小电梯 很小 那些就仨人进去 几乎不能动了 升到四楼上 一进屋 开始给我量 弄完了 我去的时候 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我觉得这奢侈品就是贵 咱就喝出去了 这辈子没穿过那么贵的衣服 咱做一个怕啥的 拼了 我心里想 他不就是最多两万欧元吗 两万欧元合多少钱 当时欧元贵 大概合 9块多钱 什么10块钱 反正就大概合20万块钱 我是有这思想准备的 去完了 他量完了以后呢 他写一数 我惊着了 他写一数 就是做这大衣 10万欧元 当时合100万块钱 我也挨面子 可是我那天 这钱战胜面子 我得出来 我心里想 我不能身上 背一奔驰 天天出去 对不对 我背一豪车 然后天天出去 这大衣要我这么多钱 然后我就找一借口 我说我还得想想 干什么 就非常不好意思 就出来了 没买 对吧 你说这面子 起不起作用 真起作用 但分他那天 分我要三万 没做我一脚牙 也就买了 是不是 花30万做一戴衣 这位子都不敢穿 那挂着 说我早年脑袋一晕 爱着面子 买一个贵的回来 没舍得穿 人家这叫奢侈品 没有牌子 或者说人有一牌子 咱也看不见 人也不飙着 说这种小众的 在欧洲非常的多 专门是给有钱人 讲究生活质量 又有钱 为这帮人做的 而我们今天讲究的生活质量 是给别人看 你看我拎着名牌包 穿着名牌鞋 穿着名牌衣服 那么 我这说到这 我忽然想起一个 想起一事 前两天我去跟人吃饭 我一朋友跟我讲 我把我乐的 我说还有这事了 说这有这事 他们是一 富婆代表团 出国 你想富婆购买力 全中国第一 去了以后 专门要买奢侈品品牌 但这里有一富婆 这富婆 我听你说 你们都知道 就是我不好意思 说她名 说她名 不合适 这富婆我认得 认得所以更不能说名 她呢 出门的时候 你想这一富婆团 全坐在头等舱 穿一破鞋 勒勒特 拿一编织袋 跟兵工似的 就上去了 他们就纳闷 说她这个行李箱也不带 她在一编织袋里 她装着衣服 说她至于这么简朴吗 她就嘻嘻哈哈的 就出去了 出去了以后 他们就纳闷 说也许是她个性 人家这个有钱的人 包子有肉 不在褶上 是吧 人家不表现出来 出国 所谓考察 很快就完了 剩下就是购物 狂懒 一进奢侈品店 我们这富婆有意思 往沙发上一坐 二郎腿一翘 指着最贵那鞋 把那鞋拿来 给我试试 把她那双破鞋 往旁边一拖 把那破袜子一拖 往那一扔 开始试这鞋 光着脚丫子试鞋 我告诉你们 穿着袜子试鞋 很土 得光着脚 试完了之后 真合适 夸夸 那黑卡一甩 人一刷 切完字 穿着这鞋 就走了 把她那袜子 扔到沙发上 把那破鞋扔到地上 当时给他们 那一团的别人 给扫的 跟我说 当时他们吓得 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你哪吗 你把你这不要的 这鞋和袜子 你给团吧团吧 塞那盒子里 给扔直楼里 你也算有个礼貌 您这倒好 真有钱 转时就出去了 我是不是那的售货员 我要是售货员 我一定拎着她那袜子 和鞋追出去 说小姐 你这个 不是小姐 富婆 那个老姐 说您这别辣了 回去勤俭之家 是你们的美德 赶紧拿回去 对吧 所以你想想 这么有身份的人 为什么做出这种事 不懂 一方面要面子 一方面丢了面子 后来他们才明白 他为什么拿一大编织袋出去 他为了多买一名盘箱回来 你想你拎一名盘箱出去 对吧 你再买一名盘箱 你咱俩进海关 背不住还要查你 他空着手出去 在编织袋一扔 买一个名盘箱 拎回来 再买一个 就多占一个便宜 就为这个 所以出门的时候 拎编织袋 穿破鞋 全都扔在国外了 这就是我们的富婆的消费观 不是每个富婆 是某一个富婆 那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就是一种跟风 中国人特别缺乏这种独立的思考 很容易被洗脑 你看一说 就某一阵跟风 现在突然就买某某牌子的包了 隔一段时间说那包土了 换一个牌子 你看那个 有时候去我去参加一些活动 那富婆领的包 一看都是同一款 大家比吗 对吧 所以没有独立的这种审美 完全是跟随这种品牌 所以我们就让西方的奢侈品品牌 在这些年大赚齐钱 我们自己人这种购物观 因为多年形成了一种贪便宜的思想 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购买习惯 就习惯于价格的竞争 不习惯于质量的竞争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想换一步 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质量的竞争 然后再谈价钱 价钱是第二步 这在国际上做的比较好的 是首推德国 其次日本 这两个国家的东西就是说 你做的好 我一定做的比你更好 价钱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自己回过头去想我们的消费 第一是不理性 冲动性消费非常多 每个人都有买完东西后悔的经验 对吧 那我们又习惯于一种价格的竞争 就是越便宜越不嫌便宜 但是你们要知道 我们价格不会无缘无故的便宜 我们的价格便宜一定是一种 中国人的消费观呢 是有一套独特的思路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比较过